欸 出發囉 妳看得出那邊在幹嘛 射箭啊 所以我們站的地方叫什麼叫 讓我來告訴妳 滑城啊 滑城是在那邊 後面叫靶場 還有這樣分的喔 當然是靶場啊 我講的沒有錯啊 我跟妳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很危險的 她都建議過來就穿過去了 重點是妳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滑城 世界遺產 妳再往這邊再看看 那邊就有個城堡 那為什麼有這個東西呢 這是雪原滑城的東門 叫昌隆門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城 就叫滑城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區域 然後有東西南北 對 那這個城以前是幹嘛 朝鮮時代的 二十二代國為自己的 爸爸建的一個城 為什麼他要為他爸爸建城牆 因為爸爸很可憐 就被自己的爸爸 守 被自己的爸爸弄死喔 跟歷史有關係 但是就算是這樣 那為什麼這邊我來韓國 我第一次看到有射箭的城 因為二十二代的國王當時是 很重視武術 所以他把很多的 從中國日本、韓國三個國家的 武術通過起來 所以可以這樣講說 這個地方應該算是韓國裡面 最初土代的時候 是最注重武術的地方 對,可以講 可以這麼講 真相大了給白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特意來的地方 他在講什麼語 那不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呢 因為練武的人 是不是要吃得多 是不是要吃得好 所以這邊應該會吃得不錯 所以這邊應該會吃得不錯 沒有,很期待 好,我想這一次 就不是開玩笑了 熟兒可能吃得精緻 這邊不是只有籌霸 一定很營養 好 這一集我們要帶大家 來到位於 距離熟爾約一個半小時 車程的京濟道水源市 而華城是朝鮮時代 建議用來保護水源的城池 兼具歷史意義和建築學的價值 現在華城的軍王 非常注重武術 來到華城的民眾 還可以體驗射箭的技巧 水源華城共有四座城門 但是我們要到南門的巴達市場逛逛 這裡叫做巴達市場 它是有九個市場串連土 那麼大 對 而且它每個市場賣的東西都不一樣 好比這邊有賣韓服的 應該有賣蔬果的 但我們今天為什麼 扶在這個鏡頭呢 你看這邊 直動市場 這個幹嘛 賣豬內帳豬大廠 這邊別人沒有 進去去看 跟滿口的豬肉料理 聽起來有點狂妄啊 我們先忍一忍 這邊先看 這邊吃的愉快 我們把其他九個都不吃遍 我先去 跑一跑 然後你先去吃 好我跟你說 你從那邊有沒有 你先跑到第九個市場 再跑回來 我先進去好不好 現在要做雪糖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小飯 這個一絲一絲是什麼 湯料 粉條 粉條 因為我們常常在吃 韓國的雪糖裡面 都有一絲一絲的 所以這個是雪已經拌了 對 但是拌了雪裡面有調味 OK 這是拌了雪 這個是拌什麼雪 這個這樣子的吃法 在韓國多久 我們在1981年來開店 開店 然後這裡 這裡 現在是1983年來 但是韓國的雪糖 大量都是有所在的 我們是不在的 現在我們有多久 改善了 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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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一開始 米菊菜煮的時候 香菜煮醬 野菜煮醬 現在也吃了很多 開始了 這個醬也是豬醬 米菊香菜 醬醬 醬醬 好,OK 所以它這個醬好了之後 就有醬汁的東西就出現了 所以它現在這個醬好 你看它那個東西用粉條 粉條之後它跟水拌好去調味 不然到場所裡面 現在煮完之後放在這邊冷卻 所以裡面就只有放粉條 沒有,它有雪啊 它有雪跟調味啊 這個在韓國是從水源開始嗎 也不是啦 應該韓國哪邊都有 對 剛剛講的是說 水源這個醬水裡面 這邊的客人比較喜歡這個味道 他們就是按照各個味道改變 那其他城市會吃不一樣的口味嗎 會,會 等一下大家嘗試一下 馬上吃火 那什麼好意思 火啊,這太好了 它都可以 這以前就是熟的了 對不對 煮好了 煮好了 雖然你很會挑時間 但是巴達市場 跑一跑之後回來就可以吃了 不是,你說我要運動啊 Q彈的耶 差不多吧 對啊 這個要煮多久 現在煮的話 就煮了 這個面子才簡單 你一起用 20 這個是我來到韓國 這是第二次吃 我在台灣以為我買的 我在台灣買的 因為台灣買的 它是進口的 冷凍的 然後到 送到家裡出去 但我吃的時候說真的 它的血清味蠻重的 但這邊我上次 第一時間還沒吃 它沒什麼死體味 所以這次再來試試看 它有沒有死體味 喔 味道不錯 好特別 好特別 好特別的味道喔 它的炒這個地方 你還是吃得到 豬肉脂肪的那個香 而且它是小腸 小腸裡面帶點粉粉的 那為什麼不是用大腸 在這裡 裡面有了 一種的香腸 裡面有了 所以辣椒 它是有香腸 香腸 這樣 是有香腸 有香腸 還有 這裡有很多 有香腸 材料 還有 牛肉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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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 不擔心 可以玩一個 有香腸 所以男女農夫做的事 不做得很好 平常的做法也不太好 不太好 韓國大眾 一般的做法也不太好 特別是職場 馬場 有五頓的 大將頓的 也有 所以這個你賣給誰 所以這個 我們進行的 出售不太好 它很多 出售到其他國家 登空包裝 真的喔 都不在亞洲國家 新加坡 歐洲 歐美國國家 在台灣有買過 說不定就用小青買到我們等的 不然一次過 那我們剛剛上來這整條街 都在賣這個 該不會都是他賣給他們的嗎 對 每次都賣給他們的 除了一家沒有賣之外 其他都是他賣給他們的 對 這邊我哪邊可以吃得到 不是 他講話我很喜歡他的 你看 哪邊知道 他 來自家 29-30分 剛剛去看的那個雪茵 就在這邊 對不對 現在就在看整個風景 現在就在看整個風景 最近要獨特骨骤車河滝 現在獨特骨骤車河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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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獨特骨骤 até很多 這都處理過了 就燙手了 對不對 對 沾過了 沾過了多久 我們好像 20分鐘 2時間 兩個小時 喔 差很久 差很久 這個要煮20分 我剛剛去店面看 這是幾人份 因為是一模一樣的分 對 我 爬 爬 羊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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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白菜是 羊白菜 欸 你知道台灣 台灣叫高麗菜 我們一直以為是從這邊出去的 欸 彩虹那個人 這個是什麼 對 對 羊肉醬 好 這個是你自己調出來的 當然 這個是我們直接做的 胡椒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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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 醬油 韓醬 不 不 它裡面有幾樣 你快看他嘴吧 看他嘴巴醬子 2個 4個而已 最簡單的基本 基本的味道 好 那可舊醬我已經講了 他可以再講一個 好啊 糖 蒜頭 它應該有糖 1 2 2 因為兩人份 所以兩指嗎 2人份2分 3人份 2個半 3人份 3人份 3指半 4人份 4個的話3指 對 接下來要加什麼 好辣喔 這感覺很辣 這是胡椒白胡椒嗎 這是胡椒 芝麻 可以試嗎 這個可以試嗎 手忙伸出來了 一點點 它的芝麻味沒有那麼重 它感覺像是 黑芝麻 白芝麻 再加了一個類似像豆腐的豆 不要芝麻沒有那麼重 謝謝 麻油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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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好了嗎 還要再加什麼 然後就是肉粽 這個材料 對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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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做的時候放得比較方便 這個也方便 放好幾層嘛 它就很方便 很方便 非常 continues 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在幹嘛 你整個人好神耶 好誇張 是時候了 我們可以上桌吃了吧 對 所以這個是要幹嘛 這個肉菜 慢一慢 小菜 這不是拿來沾的 不是沾的 它當小菜吃 沾酒麵 泡麵 粉絲 全部都在這邊了 這個一般都是你炒還是客人自己炒 我們先開始做的 我們先開始做的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剛剛的 小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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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粉絲嗎 還有 超級粉絲 好 可以一直加 每一份玉米 我可以吃 茄子 還有 它的麵 還有 所以 這是那麼多 這個吃完之後 飯再放進去可以怎麼辦 這個辣度可以調整 對,你會比較清爽 你會比較清爽 你會比較清爽的味道 最辣也不是辣 這個都很辣 這個吃的時候 火要一直開著嗎 還是可以關火慢慢吃 因為它是溫暖的 如果它是溫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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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吃 像這種吃法 是這個市場都這樣吃的 還是只有你們家這樣吃的 在市場的市場都在市場 都放在市場 放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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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市場的市場 但是在市場的市場 都放在市場 但是在市場的市場 但是我們現在就吃了 看你們家生意最好 看中山很美味 你的中山很美味 謝謝 喔,無知無知 謝謝 這個就這樣 這個就這樣 要吃 這就是香菇 但是 有辣椒 加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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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但你有放花生粉 還是芝麻粉 不,啊 加辣椒 加辣椒 喔 加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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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邊開多久 我們是... 4年 我們在家裡 40年左右 它是誰交給你 我們是... 我們是家裡 所以我們在家裡 加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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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就做了 我平常就做了 這個 真的嗎 很不舒服 謝謝 對 我平常就做了 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所以我們在家裡 所以我們在家裡 可以吃了 跟妳說 這個很神奇 嗯 這個是一個味道 但這個在家 它經常在加進來之後 因為它裡面有 芝麻粉 又有這個 金揚辣椒 吃下去反而是 它的香氣很好清淡 這個我如果 住在這邊 我會很常來 一個人也會來 兩個也會來 四個也會來 一整桌也會來 嗯 謝謝 我知道 如果我不能一起去 你們站在家裡 吃香氣 哇 太平衡 这就是 非常的平衡 那边跟腙 和腊椒 对 吃了吗 Yuri Making stimulate Lily 7个月 甜甜的都很不够 哇 这一定很好吃 新鲜的话 说一下 我喜欢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很热烤 很棒 我太喜欢你 谢谢 煮了一天 很浓的饭都会点一下 真香 很厉害 好像很濃烈 很濃烈 大火燙 這個應該是我來韓國吃過 但是這樣子最好吃的 我這個水潤 真的可以吃嗎 吃嗎 他吃的 喝酒 喝到人不喝 可以啊 出發囉 大家有點像什麼 那個基隆要去的路上 不是有個吉祖 有一個賣那個 龜鴨湯 對 我跟你講 他們有吉祖一樣 台語 臭龜鴨湯 對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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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 早應該就想喝了 這種地方早就該來 欸 哇欸 真的很好吃 我喜歡這邊 我喜歡這邊 就是屬於你知道 那個基地基的地方 男子漢該來的地方 我喜歡 這個 這個 不像為什麼 喔 突然在這邊做的食飯 然後團體覺得很接觸 好 料理 對 龍鴨湯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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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很好喝耶 所以我們跟我說 你今天有機會 來到水源這個地方 你看到你食洞市場 走進來 你走進來這邊 這邊就有什麼 趕快這樣 雪藏鍋的魅力真的令人無法抗拒 吃法是最後再加入一些米飯跟醬子 完美包覆 讓我們帶著滿足結束這一回合 吃飯喝足 該是出去走走的時候了 巴达市場很大 我們去看看還有什麼好逛好走好吃的 所謂的巴达市場 它不是只有我們剛剛去的那個豬大餐 但這也是海鮮 像這個章魚都是新鮮的 對不對 很有名啊 然後都是吃生鮮的 生鮮的 妳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耶 真的啊 那我們有機會來找這張吃嗎 好 它很過癮喔 你吃到一半它會這樣甩到這邊 然後把它撕下 在這裡 會想到這邊來 真的啊 然後你要把那些吸盤這樣 把撕下來這樣 生蠔啦 花蟹 恩康魚 好大隻喔 黃魚耶在那邊 那是什麼 一條一條嗎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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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米 兩米 兩米是一種小魚 它為什麼這樣綁 它是從這樣連到這個拿出來 喔 它就是現在是它綁 它為什麼這樣綁不知道 可能是寶鮮吧 因為台灣有一種那個魚也是這樣子要綁的 喔你說說 喔你說要讓他們在那個裡面 然後會用繩子這樣嗎 好像是寶鮮 喔 蜜蜜 這個我真的超級 對 沒有這種東西就想要找地方趕快吃東西來吃了 你有沒有想要吃什麼 想要吃那個安康魚嗎 安康魚火鍋可以啊 透抽喔 透抽喔 透抽台灣就有了 透抽 都嘛有啊 貴汗比較少 我這樣好像不太醉齁 其實我說你要吃什麼 其實我很腦袋也沒人知道貴汗的 對 好不好 我們想要來什麼就是這裡 現在見一下 什麼好地方 我跟你說 不是我們不願意做 我現在我們沒在玩 我們不願意做 都不願意做 這就是台灣的 你看看你什麼 你看看 對啊 深海 那個新的那種 這個辣椒也太大火了吧 都不忘了品種耶 安 這個辣椒是我直接買嗎 還是 它怎麼賣 它就是按禁賣 然後咧 它會把它磨成粉嗎 你可以讓他們來那麼做 或者是你拿回去 現在馬上買 它就可以馬上磨了 我要買 讓我問問看哪一個辣椒比較 它推薦的 它怎麼分 價格必須 become the mostuous soy sauce その中央 最高 那個是米蘭 這個 這是米蘭 這個也是米蘭 這個就是米蘭 我要煮那個 牛肉餅的話 豆腐餅 牛肉餅那些要加上 不是米蘭 喜歡西瓜 沒有米蘭 吃不安 拿到行李蘭 牛肉味道是在米蘭 還有甜點的 那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韓國的2萬塊 100克 那我要一斤這個一斤這個 我可以拌一次 可以 分開好了 要拌我自己拌一次就好 那他會把它拿出來 可以啊 那他會磨成有吞粗細嗎 無論如何 但他覺得辣的細的還是比較好的細 那他覺得辣的細的還是比較好的細 細的細的細的細 細的細的細 那不要太細 那兩個都非常不太細 那馬虎的一斤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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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這個 這個好像買咖啡豆 買咖啡豆也可以挑 這個10斤會有500克 我想去看我的 這個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 這個會不會很嗆喔 不會 這個人工在挑 好 把紙挑掉 那會花很久的時間 那邊挑 你怎麼弄回去 這不算搶 這不算搶 還好 好 好 我們現在就在這邊挑 看完之後他就會打 打完速度 可以在韓國買辣椒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大的榮幸 我們會不會太多 我們會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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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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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真的 拿到手去一點點 還是熱點 剛剛磨完 有問題 哪一個是甜的 哪一個是辣的 我剛剛給別問問 他寫好了 寫好了 他看不懂嗎 他就是寫清氧韓韓國字 我幫你看 如果有問題 這個是辣的嗎 這個是辣的 清氧 這個是甜的 清氧 謝謝 謝謝 這個 回去不可以開玩笑 這個要拿來料理什麼呢 有沒有啊 你煮這個韓國料理都可以用嗎 要加一點進去 對啊 因為我其實現在 全天其實有賣 對 但全天賣也還有分細粉跟粗粉 但這邊餡 就是餡膜的 它香氣就是不一樣 辣椒粉 就跟咖啡豆一樣 你買咖啡豆回去 你抹用成咖啡粉煮出來的 餡膜的就是不一樣 對 它就是不一樣 是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已經拿到手了 我也不跟大家閒聊了 我回台灣了 又怕我一個人 別緊張啊 怎麼可能就這樣回台灣呢 韓國還有好多好料沒有吃到耶 買到我新興店內的現磨辣椒粉 也吃了遲動市場的雪藏鍋 得到水淚啦 還有一道家喻戶曉的高級料理 一定要去嚐嚐 那就是韓牛烤海骨 終於可以吃到傳說真的韓國 非常好 我們每次在吃韓國菜的時候 它一定都有這麼多的小菜 小菜 我來韓國已經七次 第一次看到品項這麼多不一樣 我來韓國已經七次 我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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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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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了表達現意開始發展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的發展 它不會是一開始我就這麼做 而是我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可能客人給我們一些意見 或是說比如說你想要給客人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就不斷地一直增加一些 這個你直接進入到重點 有看過這麼大塊的人 這個是傳說中的韓牛 韓牛 韓國 韓國 我只要跟韓國人說我今天去吃韓牛 每一個韓國人都會 為什麼韓西 會 韓牛的特色是什麼 這個 麻煩 好像那個毛巾捲起來的厚度 是嗎 中午的時候 我們公約沒有吃的 所以 這裡面有3個4個都 沒有吃的 都差點不來 因為難得 中午公約員 5000-6000 哇 一個週末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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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一天 所以他一個週末就有幾萬個人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烤肉啊 我去韓國很多的烤肉 烤豬苦瓜 為什麼你太膩了 你自己也是最喜歡吃韓國 我們業界最喜歡吃韓國 從小就很喜歡吃韓國 我們有時間來吃 媽媽的餐廳 那麼好吃就養了什麼 是他開始自己開始做 然後做到變成現在這樣 我現在也會做到 這份餐廳我都研究了 我做了一份餐廳 我做了一份餐廳的餐廳 我做了一份餐廳的餐廳 好感動 好開心 認識他 什麼時候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 好吃的餐廳 好軟 又軟又脆 因為那種餐廳的餐廳 就是一個肋骨的部分 牛小孩的部分 什麼是真的嗎 韓國 特別嘛 對 哇塞手 哇塞手 你也很喜歡吃這個 這是你最喜歡的那個味道 對 我最喜歡吃的 那你的店只有賣這一塊嗎 還是別的部分那個 對 買這個 紫麥這個 紫麥最好的 我覺得它就是那種 我什麼都要鍛鍊你最好 不要讓你有任何一點點 有失望的可能 這個有淹過嗎 可以 這個 餐廳 加熱的餐廳 加熱的餐廳 這個淹你放了多少東西在裡面 13個 13個 那你可以跟我講三個嗎 一旦香蕉 鹽巴 好 我跟你講鹽巴醬油 鹽巴很重要 好 沒問題 然後我們 水湯 湯 一里糖漿嗎 後來 湯水添加進去 而且你四個了 快 你繼續 沒有 這樣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 因為照理來說 如果你只放一種糖 糖只有一個味道 黑糖跟紅糖跟白糖 味道都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甜分 哪塊甜分 你用不同的糖 放進去 你吃下來的甜 這樣呈現你的 嗯 它有測試的過程 到現在這個是最好的味道 嗯 是的 然後你會吃下來 這裡有一個 川椒 川椒醬油 那些醬醬油 那些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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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30年 每次都吃了 食品毒 烤胎 難度 川椒醬油 因為在以前 吃的下午 他就吃了 黃椒醬油 然後那個 因為那些藥油 不是青菜 跟辣椒油 他就要吃了 但是 那些醬油 也要把 那些醬油 做好了 吃的 所以就吃了 讓你們接著 所以我現在 那些醬油 都不能吃 所以 30年 就沒需要 吃的 可以 我很抱歉 你在講烤肉吃 我一直夾著在吃 但是 對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我現在 停不了 吃過最好吃的烤牛肉 最好吃 很厲害 從一個人這樣辛苦 然後打拚到現在 阿倫豆腐 漂亮 阿倫豆腐 我真的覺得 阿倫豆腐 阿倫豆腐 給我 給我 阿倫豆腐 我給你一個阿倫豆腐 這個對我來說 比任何人都來的美味 這個牛 牛有自己的牧場 這個牛 我們餅乾 我們餅乾 所以 最好的牛 購買 每個地方 都會在家裡 都會在家裡 很少 一頭牛 它有各個不同的部位 你把這個好的部位 你拿走了 那別的部位 因為有時候它不好賣 所以它賣你會不會比較貴 最貴 最貴重的貴重 那就是好的部份 這個 都得到的機能力 有很多 人工費都非常貴重 出發囉 他覺得經營這間店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16元 好 最貴重的部位 我們在家裡的工廠 最貴重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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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工廠 都很貴重的工廠 既然會賣 我這樣做也是 生意的 超貴重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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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們都哭了 你們都哭了 你有哭嗎 兩年前 把我父親的那間餐廳已經開了四十年 我把它結束掉 因為人太麻煩 所以我後來現在就自己做餐廳 你有吃辣嗎 快點 盛上來 我的辣椒粉 真的滿意 嗯 你要不要撕開來試一點看 OKOK 它現在試試看味道 嗯 那你可以這個點 這個也可以在 這個也可以在 嗯 好吃 好吃 辣椒粉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你如果喜歡 我來這麼久 這是我第二次吃韓牛 上次吃韓牛 他是給我吃兩塊 謝謝你分享這麼多美麗的食物給我 謝謝 一般我們聽到排骨啊 就覺得是豬肉料理 沒想到 所以這裡的烤排骨啊 可是到底是韓牛來的 創辦人金女士 用這個毛巾般的韓牛排骨 征服了無數韓國人的胃 好的 終於到了牛跟豬啊 就只缺雞啦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可是有點不動 我按照這個公司來翻譯 就是說水源這個城市 從朝鮮時代開始 就是賣牛豬雞的市場比較發達 所以賣排骨的餐廳 就越來越一起發展 然後因為這個 排骨的醬油的那個做法 很受歡迎 然後就慢慢 這邊的醬油炸雞的方式 也一起慢慢發展下去 喔 所以是 這樣就懂他剛剛說什麼了 他幾次幾次 四次嗎 沒有兩次 水源這邊呢 它的醬油排骨很有名 是 對不對 然後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邊開始聚集了很多 在賣這個醬油排骨的 這個水源炸排骨 水源排骨之類的 那後來呢 水源這家店呢 他就把水源排骨的醬料 做到炸雞裡面去 是 所以在這邊變成是 水源排骨的味道做起來 會變得很有名 是這個意思 對 因為這樣子他們水源排骨 跟水源炸雞的 口味不是很像嗎 它就是一樣 只是肉不同 有時候你去拿一些東西去醃 比如說 糖醋排骨跟糖醋魚 它其實有點類似 但是口感不一樣 醬料很像 對不對 但我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認識我們家聰明 這麼長一段時間 是 算一算今天是第六天 對不對 它第一次翻譯得這麼實力 帶我們吃雞去 韓式炸雞是韓國有名的國民美食 但炸雞並不是傳統的韓國料理 傳說是1980年西方的炸雞 料理方式傳進韓國之後 才發展出其他口味的調味炸雞 水源市區的店家 使用了在地知名的排骨醃料 做成獨樹一個的水源排骨炸雞口味 喔 它現在已經炸好了是不是 對 喔 來了 小心喔 小心喔 好吃 好吃 還沒吃的時候 好吃 看起來好吃 好吃 吃完再跟你講嘛 其實 它現在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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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 這是水源排骨醬嗎 是 那這是我們去吃的韓牛的醬嗎 是 那這是我們去吃的韓牛的醬嗎 對 它沒有看起來 我們在這裡吃的韓牛的醬 我們在這裡吃的韓牛的醬 那怎麼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富翁裡 王貝通達是有名的 王貝通達是有名的 王貝通達 韓國人們喜歡吃雞肉 所以 王貝通達是有名的 王貝通達是有名的 所以 我們在吃的韓牛的醬 我們在吃的韓牛 現在我要加辣的什麼 我們要加辣的味道 咦 為什麼 那些菜單是有名的 那些菜單是有名的 那不是辣醬嗎 那是辣醬嗎 所以我們用了 這是我們用了 但是辣醬 但是辣醬 其他的味道 不同味道 對,不同味道 是不同口味的 所以水源 排骨的就只有這樣 它不能加了 對 所以要吃辣的 要點別的口味 對,別的口味 因為現在 아이들이很喜歡的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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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煎油 煎油 煎油 因為煎油 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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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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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我把它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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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完成了 謝謝 謝謝 很棒 好 難得有一頓桌上擺的東西特別少了齁 好像是 本來桌子都是滿的 這個是簡易版的吃韓式料理 整個都已經在了 怎麼吃咧 這個就是可以按照你的口味食品吃 但是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吃法是說 它有提供兩個麵包 因為這個小孩子很喜歡吃 所以他們提供一個刀嘛 就把它切成一半 之後你就把沙拉 對 沙拉跟肉 放進去 小孩子比較喜歡吃 其實這個不用麵包 大人小孩都很喜歡吃吧 我是媽咪的 現在是我要我包齁 那你要吃哪一塊 沒有沒有 你吃你的文貓乳 試試看 有骨頭要小心 對啊 但這個骨頭小朋友還是要跳出來 你要弄出來啊 對啊 這個用插著 是兩包嗎 是兩包嗎 不不不不不不 要切啊 對啊 因為它有骨頭啊 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意思了 是是是 這樣 然後再放沙拉 為什麼你要拿我的夾子來 沒關係 你不要放這邊 你不要放這邊 你忙你的就好 你 我在示範小孩子做這個的時候 會怎麼掉 我不等你囉 不是 出發囉 你忙了 有幫忙 你忙了 有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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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它趴下去這個空檔 我想我就來這邊墊墊檔 首先呢 我們先把麵包打開 輕鬆的呢 把這個菜放進來 你怎麼可以這麼優雅的示範吃東西啊 因為剛剛你在忙的時候 我就先把它們 然後這個肉呢 就是我們把它切開來 這是雞腿肉放進來 是這樣的對不對 對 來 這給你 好啊 超甜蜜 超甜蜜 你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你就是想要直接吃辣雞 我其實沒關係 你知道我這個人 就是很多事情都 我希望我旁邊能吃得好 吃得飽得好 我餓一點又合好 對 你好好講 你到底要不要趕快吃 你沒有吃 你要講口感 不然讀不到我啊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種東西啊 你可以講清楚啊 可是我沒有特別覺得它是那個 台語的味道 就是甜甜的 然後真的就是 很大眾的口味啦 你在台灣應該比較少吃 就不還是長吃 很少吃嗎 我在台灣比較常吃 因為我有時候沒事 我就會點還是炸雞 因為你只要幹韓劇 就會想要點 但這一家的 它的粉漿 明顯沒有在台灣吃的後 台灣喜歡吃那種很厚厚的 它的那個甜味比較明顯 這看起來就很像糖醋醬喔 它不一樣 沒有啦 應該可以說是糖醋排骨的概念 我們也會有果這個醬 應該說在韓式炸雞之前 我們比較少吃到炸過的雞 再去果醬來吃 對不對 一般都是直接醬 一般都直接吃 在韓式炸雞 在果醬這件事情 它裡面炸的功夫就很重要 你的皮要夠脆 不然你這樣一狗上去你就不脆了 這種炸過之後在狗醬下去 你最怕的一件事 你就吃下去 然後脆度不見 但它脆度還在 而且它重點是我剛剛講 它的面液比較薄 它這麼薄的重點是 其實要軌持它的脆度是有難度 可是它做得很好 它剛剛在做這個鍋子的時候 它做了第一件事 它不是說要加熱嗎 它火開很大 然後它又講一句話 它說裡面不能有水 有 一旦有水 它就很容易水蒸氣出來 就把那個面液就吃掉 它的水分就又會更多了 對 水分一多它就不會脆 對不對 這個是一整隻雞嗎 對 一整隻雞 我們可以點一隻雞 兩隻雞 一隻雞半 就是看你吃多少 沒有 它講得重 可以點一隻雞 兩隻雞 一隻雞半 半隻 你看 它的表情 會嗎 出發囉 那如果我們點點看它會怎樣 它會 沒有這個 這個東西 點不出來 可以 一般吃炸雞也都是你雞 不一定耶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吃 每家都一樣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一個人一隻雞 一個人一隻雞 很多 一個人這樣 對啊 我們很正常 可以說 炸雞這件事情 在韓國人的生活裡面 真的站很重要的一個人 非常非常重要 對 吃得多 炸雞點得多 炸醬麵 炸醬麵一定炸醬麵比較多吧 是嗎 炸醬麵 還是炸雞多 地位很高耶 炸雞的地位是提示 那炸雞跟雞麵包 雞麵包 這個在家裡隨便做 你講話有點驕傲 沒有 韓國阿豬馬 韓國人的驕傲 是阿豬馬 阿豬馬 不是 不是 但我好奇 如果我炸雞吃不完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定義嗎 可以 可以 有剩的 有剩的第二天 就放這個東西 然後就伴著吃 想不到韓國人這麼愛吃炸雞 這種有一次韓國本土的調味炸雞 除了水源排骨口味 另外還有原味 辣味跟蒜味 各式的風味 喜歡韓式炸雞的朋友 應該不陌生 但是炸雞 都已經有調味了 為何還有沾醬呢 一般原味的時候會沾這種醬 滿鹽的 我覺得我現在吃到 你剛剛在說的那個 皮的脆度 而且已經聊了一下下 它還是好脆 可是我覺得其實 味道很足夠 再沾 就真的會偏鹹一點 對 它吃辣 越吃越好吃 它有辣 你說這個 它其實醬我不覺得 你如果你多沾一點 它其實沒有鹹 對 但它風味完全不一樣 但它這個辣 跟你所知道的韓國人吃辣來說 它不算辣 它真的比較嚇唬 甜 甜辣醬 這個是甜辣醬 而且它甜跟辣 比較的 來說的話 甜大概有占70% 辣才30% 所以根本不辣 是不是吃這個都是 因為有一些比較小的 就會吃專門豆的這杯辣 是 所以才會說要點辣的話 就點另外一個口味 對它剛剛這樣講 對 我那時候還沒有吃過炸雞的時候 一般是直接用手 那你們會用手直接這樣嗎 會啊 也是會啊 但妳的夾子是什麼情況 就拿起來這樣吃嗎 剝肉 對啊 剝肉吧 但是不是夾子拿起來 不是這樣吃嗎 有人會吧 真的嗎 會啊 妳怎麼都不吃啊 其實妳沒有很喜歡吃炸雞 妳剛剛只是因為我們 妳不要逼他 妳幹嘛 好啦 我陪妳 我陪妳吃炸雞 我第一次 看到人家吃炸雞 那麼苦命 看韓劇 吃到未來 任何的比賽 有台韓大戰的時候 就是我們吃炸雞的時候 而且吃韓國炸雞跟台灣炸雞 應該很好吃 對不對 兩邊都可以吃 都好吃啊 好好吃 喜歡詹姆式出走要員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噹